来吧我看那个大家都带了一个 跟大家 大学时候有很多回忆的东西是吧 是的 那咱们从铺杆开始 那个我带了瓜子 我大学就磕瓜子了 疙瘩的大瓜子 门靠外的 一磕出来就疙瘩疙瘩的 哈哈哈哈 那锅锅锅锅锅这个就是大学标配吗洗脸盆 你也不洗脸 洗 这主要是他主要是用来洗脸盆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脸盆是用来洗脸盆的 洗脸盆洗脸盆吗 我来说还是比较正常 这确实大学生都有 这盆什么的 诚哥那啥意思呢 英语专业吗 天天背着一个词脸上学 反正有事没事就打着 不管你学习再差也要打着 脸盆翻译一下 脸盆 坎南包要盆 来 蒙恩呢 我的这个和你们可能不太一样 我的是一套西服 服 哦 服装学院哪 不是是就是学播音主持的会需要这个 你是不是也有 我都跟你差不多 你们播新闻是吗 你们咋播呀 你播一个 我俩 我俩 提字记 对你随便打开一页我们俩就能播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您说说 哈哈哈哈 你这种学生 你就跟大招尾呆的时间太长了 今天我们来回顾 唐诗三百首之春游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首 第一首就是春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俩咱干啥 你这上学都是干什么玩意儿呢 那免呢 免也是播音主持的 我戴的是 礼发 美发四件套 上上大学的时候每天输那个背头 选游头 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后来又就是因为输得太好了 然后全班 那个他们上进课都找我输 那事 一个五块钱 啊 真赚钱 可以呀 我现在就想输一个 你可以只剩输一个 你真会呀 但我现在头发已经太短了吧 短吗 短不短 就是要少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坐吧 来吧来吧 试一试 我这个天天 不能背包 这个有点 有点残忍的 感觉 有点残忍 那就算了 算了吗 算了吗 那这上面带的啥 这个是气凝椒 带啥椒 气凝椒它其实就是一种多孔材料 它 就是一种物质 对 然后它具有低导热性 低导电性 然后高孔隙率 它的孔隙率太高了 你们 你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能干啥呀 它 它用途的话 好像现在也没太有啥用 就是你们 叶宇 其实研究了4年 没研究出来是吧 这时候问你半天就在这夸 也不说到底干啥用力 因为我们材料呀就是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用了 先研究着 对先研究着 你万一有用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是颠覆性的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个液态的金属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真的是金属 我这好酷 我这好酷 我摸了这个还能刻刮子吗 能刻 能刻 无毒无害 暂时 还没研究出来呢 还没研究完呢 不良反应 笑不明确 笑不明确 你要帮我们吃点试试啊 来我们看看广志的 我就是 没打上过大学就上了一年 然后我拿的是我的高中的回忆 就是这个书力 我为什么对这个印象深刻 当时教室特别小的话 空间特别挤 然后锅道也特别窄 大家把书放到桌子上这样 然后如果你喜欢哪个女生 你就可以故意给她碰到 还显得很自然 这就是你没有谈过干啥的原因 我当时就这么干 你给我展示一下怎么自然的 我不好奇 不是因为过道很窄 你就比如说 我是你喜欢的女生是吧 完了 你路过 你怎么给我碰到 我就路过不小心就碰到了 你有病啊 这谁能喜欢你 不是 他碰完之后不可能是你这样 来广志 你碰我的 他不会 他不会 他没上我高中 没潮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 我还回来 我还回来呢 我还回来呢 我还回来 你都是碰到 你掉了掉了 来 演演演演演 哎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讲起来 给你讲起来 你也太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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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我的喜欢你 就很慢 你可以很慢的在收拾 就可以这样 一直不走 那 不是 哥哥 我一直在等你跟我说话 你就一直在那 你说两句话呀 我当时不说话 我等了他说话 哈哈哈哈 但是我不走 我就这么收拾 那我给你搭 我给你搭个话 你刚才干啥去了呀 我刚去交作业 哎呦 有点青春啊 你怎么每天都碰我的书呀 啊 每天 你这问题 这还 不明白 这还 不明白 哈哈哈哈哈哈哈 杂青鸽这是 哈哈哈 你俩至少二婚 我感觉 哈哈哈 你这送小宝的 你看孙仔 哈哈哈 太臓了 你在青春 哈哈哈 到我了 对 哦 好好好 因为我们不是 画画吗 我从高二开始就是在画画湿度 这是我那个时候的发型 他们本来是戴一下 但是我觉得看了这个以后 不用戴了 你试试 我可以 你可以 对 就给大家看一下高中的杨丽 是长什么样的 是吧 是 好 往上去碰了 往上去碰了 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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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下铅笔 我不碰 你高中是艺术生 当然 画画的 你后来还懂艺术吗 这一块 当然 后来懂语言艺术 我们来最后看一下 潘伯 我这个 接不住 这啥呀 交代 我做过2008年北京浪运会的志愿者 这个太大了 关键你是上海的大学生 你怎么去北京做的 不懂了吧 在上海有分赛区 就跟在青岛一样 青岛有水上运动 上海有足球 所以当时我们看过 阿根廷跟巴西对来 我在那当制片其实是 我有一个同学 英语比我好一点 他给孙门当翻译 我看见还是都很怀念 这还挺 这记忆 庞博一个人负责了 我们脱口秀行业的 全部正能量 我看见了